為了對抗新冠病毒疫情 美國當地多個華人組織和團體 發起了愛心募捐活動 其中仲浩醫療教育基金會 和拉斯維扎斯私募股權公司 歐西資本從上月開始 以先後採購並發出四批救援物資 以協助受新冠病毒威脅的 中國內地多個城市 其支援者同時也是 該基金會的發起人 孫浩晨2月4號 將第一批物資經由拉斯維扎斯 運送至洛杉磯 並最終直接發往武漢 截至目前 運送的物資包括 N95防護口罩 防衝擊眼鏡 醫用檢查手套 手術服 醫用外殼口罩 鞋套和帽子等 捐贈物資分批直接發往三所醫院 分別為武漢黃石第五醫院 汕頭中心醫院和深圳的醫院 目前最新一批的物資 包括3340個N95口罩 700個醫用口罩 昨天已從波特蘭出發 正在發往中國深圳的途中